2012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开幕了 今年活动是以生活美学喜茶文化为主题 以办结婚喜宴的方式让游客融入活动当中 更借由八卦茶会深入介绍南投八大茶区的特色和文化 热闹的迎娶月声下一对新人进入会场 推广南投茶产业文化 茶叶博览会开幕举办了喜茶宴 还有八卦茶席 全国青年制茶技术竞赛 细说台湾茶 千人茶会等多项活动 我们过去情人恋爱的时候去走茶园 或是一直到结婚的时候 顶婚的时候 来泡茶 红茶 打酒打酒来喝 亲吃饭又来喝 这个是非常有特色 能够怀旧又新潮 活动的期间不仅有以南投县八大茶叶产区为主轴的八卦茶席 并且邀请日本 韩国 台湾等茶道团体表演各国不同的茶艺文化 下午举办的千人茶会 现场超过了四千人 一起在大操场 一起平民 茶脸已经恭喜了 有几年泡茶 我现在的茶艺可以广泛很有意义 全世界人都读到茶艺不然会再来很难 活动以各乡镇的农特产展现 让参与嘉宾更深入体验每一个乡镇的特色及文化